11月9日星期六的鳄鱼谈 大家最近的焦点可能全部都在集中在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的特朗普决战民主党的何大妈 杀到不亦乐乎 殊不知爆出来的战果 竟然出乎很多时事评论员的预计 以为他们有牌链 但点票都可能点到下个礼拜 殊不知 午夜就搞定吃碗面 特朗普就从长入主这一局的白宫 真的一天都光亮了 可能大家都未必会留意 伟大的强国最近又有新搞作 可能CCTVB或者香港里面的媒体 都低调低调再低调 没什么报道的新闻 但是幸好我们在海外里面 眼见四方耳听八方 帮大家收集世界上的新闻 作出一些分析评估给我们香港 或者海外里面的香港的朋友 广东话的老友记 了解强国最后有什么新搞作 我们这个所谓的强国的 这个大国勃起的 这个200斤不换肩 这个老杂 习近平 射精评 这个死精评 这个死精评 这个小伙子出名的 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如果熟悉MIHK TV的英伦 做一些节目 我们帮他改多一个花朵 这个花朵就叫做烂尾虹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做什么东西都是烂尾 不会有好结果的 是不是 真是说真的 没事就是完之事的 所以他有这个烂尾虹的一个称呼 为什么叫他做红忍呢 他不是战狼来的吗 红忍当然就是笑纠 他似这个小红为利 最近老杂物越来越 这个深广体伴 越来越肥 就是更加越来越看他前面 就知道他后面 真是好够似一只小红为利 但是他整天都掩不到 这个烂尾虎 烂尾的这个情况 整天交给我们止笑 今天有一宗新闻出来 又可以拿出来 引证我们 跟他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烂尾虹 这个真是非常贴切的花朵 大家都知道 最近俄罗斯 搞了金砖会议 那些人都走到俄罗斯 那里开会 而亚美红 这个习近平 也都在那里 就是默会 印度 这个总理 莫迪 特别在一个 俄罗斯的 客山 这个会议里面 和莫迪 插了扒 有计划 有密针 达成一些协议 有些不咬野协议 这两帮的 不是整天都在吵架吗 为了了边境里面的东西 整天都吵到无日无知 甚至大家如果心水清 就记得在2020年的这个时候 中印边境 就发生过一个激烈的流血冲突 还在搞出人命 那这次他们谈什么 插了扒 这么高兴呢 原来 习近平就和这个 印度的总理莫迪 扎扒 就谈谈这个中印边境的争议 那边的地方 做一些关于巡逻的问题 达成了这个协议 有什么东西的这个协议达成 喂大哥 一个就 现在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 莫迪也有这种民族主义上头 维护他的领土 串土不弱 习近平更加不要说了 是吧 豆腐这么小的台湾 都一定要实践这个 统一的这个梦想 中国人站起来 台湾必定要回回他的怀抱 更何况 现在和印度边境里面 这么大片的一个土地 发生这个争吵 当然不可以量 捏春袋都和你去捏到尾 但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消息 真的发觉 习近平除了叫做烂美红之外 我觉得他应该叫做弹性平 他人可能有弹性 或者可以叫他做 吊你了 没什么底线 什么东西都可以吊你了 今天的我 打倒昨天的我 以前 扎到春袋和你捏到尾 今天竟然 算了 又不够所谓 真是胃了 眼前一些可能的利益 目的 昨天坚持 搞出人命 血流成河 都可以通通不计 前事不计 最重要大家有好处 有计计 以前那些东西 粉笔折抹 就算了 再谈 不要这么撒气 不要这么撒昂 forget about it 幻知他 但是想想想 如果你真是信习近平一成 你便宾州 便必定失灵了 以前甚至无 抛头颅 耍热血 为国土里面 赵南义为国家 条纹没有定卦的 这个 犧牲的大好中华南义 今天只能到习近平 和这个莫迪渣扒 然后作出的决定 那你就在当时的2020年6月15日 那几百人大为偶 搞出人命的军事冲突里面 死了那些解放军共和国战士 哎 真是叫你 阴灸功了 真是死得就不想底了 那么究竟他们 达成什么东西的协议呢 原来当时在20年初的中印边境 那个血腥冲突呢 就是因为这个巡邻区 就是大家就说 你踩下了我的土地 我说你碰到我的包皮 大家就碰到什么 吵乱巴闭 那么在一个中印边境的 一个西端 印度控制的 一个克杂米尔 和这个拉达克的一个地区里面 就是几百个的印度兵 德里玛尼布迪 和一个解放军老解 就在这里相遇 那么不知道他们大家 就是互相 就是已经是约好了 大家发生了一个嘔斗 还是怎么样 我还记忆犹新 大家拿一些木棒 潮着一些铁钉 铁针 用狼牙棒 互相打祸金 又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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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没有开枪 那怎么没有开枪 大家都知能得到 整天都可以吵架 跟着如果一个不注意 大家搭不搭枪 就发动这个枪战 拆枪走火 死的人多就大了 所以在那里巡邻的印度兵 还有这些解放军 大家都不想带这些什么东西的 吵架炮 子弹 炸弹 手楼弹 只是带一些 吵架用 木棍用 这些木棒类的 这些 传统的 大家互偶刻社会开扁 那种的武器 几百名的士兵 就在纳曼河谷里面 打祸金 然后发生了大规模的 这个蟹斗 据称印度死了 有20人 老解就 狠狠了四条人命 但是据我之前的 岳余谈也有说过 其实印度虽然死了 有20人这么多 相信这个数字 都挺肩胖胖 但是习近平的解放军 死了就不想止 应该就这么想少了 有些报道出来 就是分分钟是印度的几倍 无他事 第一 我都在这儿相信 当印度兵 拍在一个解放军里面 好像乔保保 拍到黄一山那样 高几个头 再加上印度兵 习惯这些山地 你这些中国人 派去那个地方 都不习惯这个水土 又不适应这个 空气稀薄的一种气候 打起上来 身材高大的 对你这些 对你这些 全家属 猪如一样的解放军 当然不能够他抽 打起上来 死得很惨烈 甚至有些被人徒手 让他打死 但是这些秘密 永远都是大家 不会知道的 这有真相 因为共产党 一定是臭屎物 自己骗了 骗了 又怎样会让你知道呢 除此之后 撞上这个武汉肺炎 双方里面的 中印的国际关系 就跌到冰点以下了 总之就很糟糕了 这个 缩在一边 大家就互相不抽理睬 但是突然之间 普京和 不sorry 这一个的习近平 和这一个的莫迪 两边的关系正常化 还要发声这个联合声明 那两国的人民 地区 全球的和平和隐定 就至关重要 我们要放下其见了 大家抓牌 好朋友 来啦 亲个嘴儿 华尔面的 罗斯 我们跟印度加强 戰略互信 互相成就彼此 因為夢想有什麼樣的夢想 真的丟了頭 而雙方堅起 國際的責任 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聯合 作出一個努力的盡大努力 那麼 世界一定要多極化 國際一定保住民主化的地方 國際關係一定要保住民主化 作出這個貢獻 那些地方是大人打的原因 在一起 你早知有這樣的情況 你倆為何之前打獲金 搞出這麼多人命呢 當然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永遠的利益 現在弄成這樣 當然牽涉到一些利益上的瓜葛 而兩條的漆漆唯有駕駛 這些是什麼東西呢 你現在轉頭再跟大家說了 好了 自從這件事爆了之後 印度當然對領著 你中國 你不會有和顏月色 大家都知道 美國一直自力拉攏 印度 希望印度可以在印太的組織裏面 發揮重要的圍堵中國的職責 或者目的 然後跟著 將中國給印度 其他的國家裏面 捏捏著他的春代 讓他突然捏到來 印度當然明白到 美國佬的好處 但是在國仇佳恨之下 印度也要滿足國內 你猜印度裏面沒有 在這些狂熱愛國分子 印度裏面 一樣有一些民族主義上頭的 這些聲歌 所以 莫迪就是作出一連串的東西 在2020年的6月底 宣佈 將TikTok 微信 在內的59款中國手機的程式 把他扭斷了 以國家安全的風險 不准在印度裏面 使用 也限制中國的公民 去印度的簽證 去到2023年的6月 所有印度裏面的Market share 佔最大的中國手機集團 包括小米 Vivo 這些OPPO 所有大陸裏面的手機品牌 就是在他們本土裏面 印度裏面 招聘的這些職位 所有那些小米 在華德下市 高級的職員 你老米 你不要弄一些黃口 黃面龍的傳人 來給我看 全部都麻煩你 弄一些小米包頭的印度 阿升 做這些重大的 這些位置 這些職位 你實施這個小米的 本土化的目的 同時之間 你們這些小手機的 供應集團 一定麻煩你們的供應鏈 用回我們的印度貨 不要放這麼多大陸的東西 進來 用回我們更多的這些 升級的這些製造 Made in India 希望可以提升 本地企業的 佔股的比例 換句話說 這些大陸的投資 來印度 亦都希望 在網裏面 抓Feed 華視 或者有印度的人 入股 控制這些 外資集團 一個重大的 一個 華視權 同年 亦都將 雙方的記者 驅逐出門 回家 你麻煩 亦都 切斷了印度 和中國的直接航班 這些 飛機 這樣 擺斷了一個 非常之強硬的 一個姿勢出來 無他 印度 無保不落 四大文明 古惑 古惑到不想得了 在這個時刻裏面 美國伸出這個 吊你了你了你的立喊 希望印度 加入他們的這個 印太 支援他們 限制中國的 這個目的 唯有 吊你了你 配合美國 進行這個 印太戰略 合為中國的 這個手段 而在這個 現在的這個 示範 為什麼 印度仔 會在這個 時刻裏面 跟中國佬有話 談 又是可以 就是大家 爭拼 當然有一連串的 因素 大家看看 2020年 中印的衝突 其實並非第一次 在近代的時間裏面 在2017年 印度當時 也曾經 跟中國 發生過 這個衝突 為什麼當時 有這個衝突 其實都是關於印度總理 莫迪 真是 這傢伙 鼓劃到不得了 我有時看看 老閘 都夠鼓劃的 但是對著四大文明 古國的 聲歌莫迪 可能 老閘的鼓劃程度 有段時間都沒有拍得住 這個莫迪 正宗就是 老奸巨劃 這位老油條 老狐狸 在2017年 原來中國 也曾經跟印度 吵過交 那就是 動浪事件 為什麼吵呢 原來當時 莫迪 因為在2014年 才剛做總理 為了確立他的威信 當然 對一些 四大文明 古國的其中之一 這些人民 當然是醫狗大過春代 民族主義上頭 那要控制他們支持他 或者煽動他們支持他 就很簡單 給他們有一個感覺 一班的長期 你拿給他 楊偉的陷家產 武賓州的傻傻仔 跟他說 強國撥起 大國之夢 就很容易 煽惑到這些 無知國民的 一個民族主義的情緒 而支持他們的這個政黨 而當時莫迪的人民黨 當然也都希望可以 做出一個強國的形象 當然要做一件事 令人民 覺得他們大國一定要撥起 而大國撥起 當然會有人 左頭左勢 而一個左頭左勢的 當然不是隔離 什麼北丹 尼泊爾 這些小國 當然是偉大的中國 他這個印度 和平撥起 大國崛起之路 你中國玩得這件事 人家印度仔都 你懂得玩得出神入化 當然要找個假想敵之餘出來 而這個假想敵 就是偉大的中國 適合在這個時期 當時這個特朗普 剛剛做了美國總統 而當時這個對華的政策 也都不是見得友善 印度仔 看得到這個情況出來 要為特朗普 送上這個 投名狀 當然是擺 阿阿阿 和你這個 中共尋釁之事 而尋釁之事之餘 當然肯定 在這個領土 這個主權 各方面 就是落弱 所以 印度的這個莫迪 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了要和這個 美國佬欠媚 也都為了對人民的交代 要樹立一個強國的 這個形象 當然要打出一個 維護這個主權 和領土完整 這個姿態出來 在當時的2017年 和中國 就是 爆發過這個衝突 樹立過這個民族主義 強人的這個形象 滿足印度大國 印度子民的這個心理需要 在這一方面 當時的中國 就按求求 讓他們就擺了上台 和他們就有這個衝突 令到 莫迪 得到國民的支持 覺得這個是一個強人總理 有他在 在這裏 你給天踏下來 都不用怕 正宗莫迪在大廳 在大廳 怕也不用怕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抽夠你一次水 好了 在2020年的這個時候 再打了這一局的事情 也都令到他們以為 加入美國的這個陣營 就是有好處 殊不知 加入了美國的 印太的這個 圍堵中國的這個陣營裡面 暫時看不到 美國佬有什麼好東西 就給了印度 雖然 這個拜登 對印度的這個莫迪 有一個非常好的禮遇 也都將他提升到一個非常之的 戰略上面的合作伙伴 但是似乎沒有什麼好處 正宗無利好處 只說話 現在又換屆了 不知道將來的這個特朗普 會不會對莫迪 或者印度裡面 有什麼好處的這個大協 這個令到他們有些傻傻呢 那好吧 剛剛撞正這個時期 現在印度就是 在剛剛前一陣子的這個大選 莫迪的人民黨 可能受到武漢肺炎之後的 經濟的這個不景氣 國家裡面的這個經濟的增長 有些這個放緩的情況之下 令到他要想辦法 真正正要怎樣 可以帶動人民對他們的這個支持 原本想著當時 就跟這個的中共 就抹面 就脫歐 投入這個美國佬的懷抱 希望也都不要那麼 依賴中國上面的這個經濟 殊不知一路走來 發現到出現了最大的問題 竟然和中國的貿易熱差 越玩越大 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熱差 竟然高達這個850億的這個美元 你想撕掉中國 不用指望進口這麼多的中國的這些貨品 又或者不再依賴中國的這個 供應 殊不知 反過來 事與願違 就完全不是你想爽的這個方向 和中國裏面的這個進口的這個增幅 竟然是兩倍 整個印度對外面入口的這些增幅 總和的兩倍 竟然依賴中國 就越來越多 其中 靠這麼多的入口裡面 有三分之一 竟然是這些 電子 這些可再生的能源 和藥物 那就是越玩越賣 沒有想過中國 不能想 不可以 而你和中國繼續 因為邊境的問題裏面 大家互相仇視 打架 冷戰 互相制裁 杯葛 亦都令到國民 對這個印度裏面 感覺到莫迪 就是幫不了 經濟沒有增長 外資又不能來 那就含得懶 橡皮糖 唉 什麼事都說過飯碗和荷包 印度的人民 在這一方面 見不到實質的一些好處 我告訴你 宇宙霸王 宇宙霸王 宇宙世界強者 這些不能可以當飯吃的 印度的人民 就在選票裏面 搞到這個莫迪 差點 執政也不能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唉 形勢被人強 唯有要想想辦法 是不是要再堅持 要跟中國對著幹 這個情況 所以 因利成變 就賣回一個乖 給這個中國 可以希望 跟他 在渣扒 做好朋友 而得到經濟上面的這些好處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 反過來想想 哇 我要玩你 就和你不肯朋友 吵了一筆砍 你 現在打完你之後 發覺 為何在經濟上面 要回一些好處 又找回你笨砍 那是不是吵了一筆 合家屎 你想這樣 我回不回帶 我應不應機 唉 但是沒有人忘記 他的這個對手 就是這個爛美紅 和小狠 習近平 市晶片 是吧 在現在這個時刻 裡面 習近平為何又 又想答應他 這樣去做呢 沒有他 你中國 是吧 亦都看著這個 這麼大的市場 是吧 現在窮到西嵐 什麼都要錢 在錢的關口之下 唯有 去錢的這個 扣頭 去錢的這個屈服 什麼東西 大角撥起 閒閒開 不要說這麼多 所以他們達成什麼東西的 這個好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 大家就 同意了 就在這個 大家的一個 巡邏區裡面 達成一個 這個協議 兩個的軍隊 約好了 時間交叉 現在的時間裡面 就千萬不要在這些 爭議的地區裡面 就互相出現 換句話說 早上你來 晚上就我來 還有中國 也都全面 撤出的 以前 它所佔據的 那些的看守站 那些的哨站 那些的地方 哇 退出很遠的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全面就是撤退 全面就是沙林 全面就是離開了去 堅持是 屬於中國版圖的這個地區 甚至 無避而不見 不能見這些的印度兵 避免這個衝突 低聲下氣 那樣 你真是猜他 不想到 總之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互不相見 實質就是逃跑 撤離他的這個看守所 撤離他的這個哨站 變相就是做了一個緩衝區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完全離開你的哨站 和大幅度向後退 撞不到那些印度兵 那麽莫迪又可以拿這件事 回到他的國土裏面 大書特書 講到這一個印度佬 在這件事裏面 多想巴林幣 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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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非常大的得著 是吧 中國強國都 要看我們走 賣我們怕 我們這次威不威 厲害 不想厲害 那就是習近平這件事 所謂的戰狼 一聲都不能出 是吧 金藥寒蟬 尿你了 是 為了了利益 即是以前在衝突裏面 死亡的老解的性命 完全都可以不夠你 那你想一下 你支持這個政黨 支持這個領導人 真的 犧牲性命在所不遲 換來的 竟然現在是鵪春粒水 為了錢 唯有 這個印度仔裏面 就是棄兵涉甲 是吧 走頭 是吧 有路 你真是想一下 你支持這個國家 真是膝頭絞眼淚 但是在這個項目裏面 哪個最好處呢 當然是俄仔最好處 你兩個拿回扒 希望 在你們身上 中印裏面 拿回扒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也都在他的國家裏面 達成這個協議 希望全面就可以達到 他全球南方的路線 其中 印度和中國 成為了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他全力去南進 避免了西方世界的制裁 而中方和印度 也都不配合這方面的制裁之下 那麼俄羅斯就可以保持這個 外交和經濟上受到這個孤立 而古惑的阿星 也都保持著他這個 繼續和這個美國開出盤口 希望接觸這個美印的關係 拿著好處 掌控這個印中關係 現在是一個upper hand 還有培養這個印歐的關係 也都鞏固和這個印俄的關係 同時之間也都開啟和這個印日 每天和日本仔有辦法談的 這一種的關係 總之他好處了 你就真是不夠他計 所以講古惑的一個程度 你老闆是 有時候真的不夠星仔 這麼古惑 總之四大文明古惑 古國的 個個都是古惑的國 大家都要小心 好了 現在踏成這個協議 中印雙方 還在所謂的 有問題的地區裏面 為了示好 拍了照片 就在10月3、11日裏面 交換送糖 耳表就是這個粉底 為何會交換糖 因為撞赤 這是HAPPY DIVALY 第一 還有10月31日 也是這個HALLOWEEN 根據傳統送一顆糖給人 而印度仔也送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椰子糖 醒一些老解 但是今次的這個情況 正宗就贏一顆糖 就輸一間廠 是吧 你賺了別人的那盒糖 但是有沒有什麼好處呢 我似乎就覺得 就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印度現在 屌尼魯米是 人口裡面 已經超過你 這個中國 同時之間 他的軍力也不見得 輸蝕過你 這個解放軍有多少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的經濟能力 就越來越龐大 是吧 那現在就是 屌尼魯米是吧 加上他們的這個 關稅啊 各方面的東西 和他們的本土主義 在這方面裏面 分分鐘 屌尼魯米是 中國是吃不了 兜著走 印度仔玩你 鼓劃的時候 我相信 爛美紅啊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一個的好處 而為了錢 你向印度 扣頭 然後撤出這個緩衝區 但是實情 在整個中印的 邊境的問題裏面 印度都是 踩著你中共的肩膀上位 借著你中國裏面 就賺好處 達到他無謂經濟 政治上面的一些目的 而你 習近平一直以來 被人家找笨賊 都不想知道 今次 你堅持 什麼東西領土完整 什麼東西的東西 屌尼魯米是 俄羅斯又拿了 大法的地方 印度仔 又在這個邊境裏面 屌尼魯米是 拿到你這個 腳的好處 在這個upper hand 但是你一直 屌尼魯米是 虎視眈眈 台灣 丁堆 屌尼魯米的小島 這一個 屌尼魯米的國土 你對俄國 你對屌尼魯米 你對屌尼魯米 印度 屌尼魯米 你起碼賺回來的地方 都比台灣多 我都不想知道 你老閘怎樣計算 所以 是吧 這些不懂計算 屌尼魯米是 含家產 是吧 為了少少利益 之前說到春代 這個領土完整 原來都是 扶之於流水 支持他的中國人 支持他的愛國者 哎 真是 真是說那句 信他一誠 賓州失靈 習近平 永遠難尾 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各位MIHK的觀眾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樂魚談只會上傳到MIHK.TV的網站 和Patreon 子宮會員收看 每月並會上傳不少於10條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樂魚談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網站付費 以及到Patreon註冊會員 每次的網站